好 歡迎回到東森晚間新聞的最新現場 街頭市長謝國良的罷免案 目前最新的票數統計 包括同一票和不同一票 雙雙都突破了3萬票 同一票的部分來到了33569票 不同一票是略高於同一票的 來到38546票 但是如果距離罷免門檻 77700票的話 大概還有4萬票的一個距離 那麼現在在國民黨基隆市黨部 最新狀況如何呢 我們立刻要請佩宇 稍待會兒會帶給我們最新的一個進度 而預計是謝國良在晚間的6點鐘 會來到國民黨的基隆市黨部 好 在現場的最新狀況如何呢 我們立刻要交給佩宇 說其實非常的辛苦 為什麼呢 因為我比較著重在法律上權益的保障 那基隆市長謝國良的罷免案 其實已經告一個段落 而在基隆市黨部這邊呢 也持續的有不少民眾來持續的湧入 您可以看到呢 現場舞台上呢 其實現在也有發言人在講話當中 我們來看一下現場的最近狀況 他們所使用的操弄的一個手段 運用不時的訊息來操控人民的情感 操控人民的情緒來得到他們的政治結果 所有的政治鬥爭 我希望這樣的惡鬥可以在今天全部結束 我們應該為更多的基隆市民未來的福祉打算 而不是一直著重在這樣的惡鬥 這樣的紛爭之中 未來我相信跨過了這一步以後 基隆可以往更往前邁進一步 不會再停滯在這裡 好 您可以看到呢 其實在黨部這邊有不少的民眾呢 都是持續來等待這個開票的結果 而在稍待會預計六點的時候呢 謝國良也會一起來這邊和民眾一起來 守候這個最終的開票結果 那現在呢 基隆七個行政區每一個開票所呢 也都正在開票當中 您可以看到呢 現場其實也準備了這個頭螢幕 來隨時更新這個開票的狀況 那有最新的消息 東森新聞也會持續為您掌握 以上是最新把時間交換捧內